这些奖项被誉为天主教的奥斯卡金像奖 一个名为《Mirabulated to》的奖项 自2010年开始颁发 是一个具有特殊目标的国际性电影节的一部分 在历届电影节中我们观摩了结出的电影 并且向他们颁发奖项 这些电影公开放映获得了优秀的票房成绩 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福全扮演了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这个电影节和这些奖项的主要目标是传播福音 奖助取用一条银色鱼的形态 是与第一个基督信仰象征所代表的目标并没有意志 今年各奖项共获得了超过2000项题名 最终有13项题名进入最后竞赛 分为四大类别 短片、长片、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导演 在最佳导演奖项计划出现了变化 今年的最佳导演我们特别给了四部电影入围 而不是平时的三部 因为评审们都没办法作出取写 所以我们今年开放四位导演入围 今年获提名的电影 包括Room Reports制作的纪录片 内容是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 对富尔顿书因主教的追踪工作 以及一部讲述一个社会创始人故事的电影 这个社会为有入伙坑风险的女性提供庇护 所有获提名者都尝试传播福音 同时也没有忘记电影的本质 就是为人提供娱乐 电影必须娱乐大众 但透过娱乐同时也要教育大众 所以电影整体的主要目标 尤其是我的主要目标 正是透过娱乐去教育大众 是在欣赏一种美好的事物的时候 获得娱乐 同时也在这里学习 第十五届电影节颁奖典礼 于2月15日星期四举行 活动包括了一场和制片人 演员和导演之间的会议 志在为天主教信仰 给予一把电影的声音